中国经济低迷对于社会各行各业都带来的挑战 而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近日 河南平鼎山市鲁山县一工办高中招聘5名教师 教育局给出的薪资不足1000元 引发热议 涉事学校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 是学校的招聘 都是走的正规程序 学校哪个岗位缺人了 然后直接都报教育局 教育局发布招聘公告 工资都是领导层们决定的 当地教育局也回应称 招聘岗位和薪资属实 写多少就是多少 有知名博主说 真的不是来搞笑的 就算是没毕业的实习生一个月给几百块 也已经很过分了 真的太低了 要是公办高中教师正是岗位才给那么低的薪资 那就是太离谱了 还有网友说 高中教师应聘者要求是本科文凭 工作也很辛苦 很多高中老师都需要早六晚时 又苦又累 若月薪不到1000元 付出和收入完全不对等 当地最低工资也达不到 连基本吃饭生活费都不够 生存都困难 更别说养家糊口 买房结婚 生马等方面了 这纯粹就是在招免费劳动力 自费打工的人 河南自2024年1月1日起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 一类行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 二类行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2000元 三类行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1800元 这说明 河南高中老师的薪资低于最新薪资标准 已经构成公开违法招聘 教师在中国被视为收入稳定的群体 但是疫情后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社会面临巨大金融挑战 教师被拖欠薪资的事情屡见不鲜 上面提到的 河南更使多发地 禁止河南开封不少家长聚集在异校学门口 家长反映 学校拖欠教师工资长达半年之久 导致孩子开学4天了 没有老师给上课 该消息一度冲上热搜 河南开封家长爆料 因学校欠薪 所以没有老师上班 学生就看看动画片和电影 学校食堂也没有正常给学生供应饭菜 除此之外 社交媒体近日 传播了一份34名河南省三门峡市教师 共同按手印的联署声明 内容为34名教师们4年来每天高强度工作 但是至今编制没有落实 合同 工资 社保 医保 公积金皆无 且多次向主管部门反应未果 因而 集体在教育区绝食抗议 此前 河南洛阳 孟金一高 二高的数百名教师 集体在各自校门口静坐抗议 事件起因是 教师们的工资已经拖欠数月之久 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其实 中国这波经济衰退 带来的影响十分广泛 已经影响到各行各业 这么下去 怎么得了哦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啊 怎么得了哦 到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 很多外地出来打工的 绕了两圈就回家了 要么 财源降薪 也是成为了一种常态 这个 我可以说 近二十年来 都没有出现过 近年这种状况 一年不如一年的话 怎么得了哦 对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伤害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收到通知 降薪百分之三十 年底没有奖金 我三十八岁了 本科 有工程师证 建造师证 文文当当 工作了十几年 公司现在没有项目可做 不用打卡 换句话说 我现在没有事情可做 老板说 让我们共度难关 我反正不会选择辞职 现在整个行业都这样 我重新出去找工作也好不到哪里去 最近 有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爆料称 自己所工作的设计院 调整新资模式 将基本工资断崖式下调了50% 根据公司发布的通知 根据行业形势和公司经营现状 为了使公司在2024年能够渡过难关 公司管理层决定自2024年2月起 对原工资制度进行调整 据该网友称 早在2023年8月份 公司就已经进行过一次全员降薪 每人在原工资基础上降薪10% 而对于2023年上半年绩效产值少于工资的人员 则被直接劝退 年终奖是一般职场人士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根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发布的年度调查 再也拿到年终奖的受访者中 68%的人表示 2023年的年终奖占全年收入的一到三成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年终奖便零终奖 普通职场人士全年收入将大幅减少 在广州一家留学中介工作的邓女士 谈到了公务员丈夫2023年被降薪 邓女士说 加上福利 各方面降了20% 广州政府也没钱了 在广州一家报社做广告销售的张斌说 我们的收入减少了30%左右 以前是以业绩来算收入 2023年是以利润来算 比如说去拉客户做广告 100万的业绩提成10个点 那就是10万 但现在以利润为提成的基准 100万的业绩可能只有70万利润 提成不变乃是10个点 那只有7万了 据美国之音报道 在武汉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的邱先生说 年终奖就别提了 我们是临终奖 今年没有 以后有没有也不知道 我们这样的小公司能维持不倒闭 我就谢天谢地了 邱先生还说 2023年让它很沮丧 新冠封控导致很多商业活动不能进行 我们也就认了 但整个2023年 公司的业务都不行 薪水 非但没涨 每个人还跌了 这个确实没有料到 惨淡如此 应该是与房地产 金融 消费这些行业的问题有关 这连的调研数据显示了降薪的普遍存在 2023年 降薪白领占比32.3% 比2022年的31.8% 2021年的26.8%更高 其中 降薪20%以上占比11.6% 在中国 经济低迷 通缩持续之际 工作机会减少 经历裁员的中国民众只好被迫降薪求职 据中央社报道 一名在上海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男子张先生 从2023年2月底开始找工作 投了上千份履历 工作地点 选择涵盖苏州 杭州 上海 但最终 收到面试通知的只有上海的公司 最后 只被一家录取 他在同年6月入职 张先生的上一份工作 是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网络公司 当时 月薪25000元人民币 并提供商业保险 现在的工作则是不含社保 月薪16000元 张先生说 虽然我职位上升了 但工资是下降了 而且入职没有多久 就遇到这家国企降薪一成 由于张先生在2020年9月也曾找过工作 两相比较 从招聘网站的资讯来看 2023年2月时 与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 从40多月变成14月 这还是降低薪资预期后筛选的结果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北京 康德强过去20年 基本都在中国媒体公司工作 担任营销高管 直到新冠疫情爆发 他所任职的一家专注于铁路旅行的媒体官们接业 他失去了工作 目前 41岁的康 在当地一所大学管理一栋宿舍楼 税后月薪只有500美元左右 大约是他巅峰时期收入的20% 晚上他还在一家咖啡店坚持 实行约为3.8美元 康说 他2023年9月接受了这份宿管工作 因为每月要还770美元的房贷 在那之前 他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全职工作 没有人不想找高薪工作 但经济在走下坡路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中国年轻人目前也面临薪资 缩水 学历贬值的困境 吴姓 高阶经理人告诉美国之音 即便在他所在的中国经济重镇长三角地区 青年就业的现况并不理想 吴先生说 新冠疫情后 中国经济的付出力道疲转 近几个月已导致薪资缩水 连大学学历也在贬值 传统名校 如中国官方排名前段班的985院校或211工程重点高校学生 找工作或不成问题 但起薪已至少下坎三成 从疫情前的每月上万元人民币缩水到仅约六七千人民币 吴先生举例说 他收获的履历中 有不少是2023年刚被阿里巴巴等大厂裁员的研发人才 他们原先年薪百万元人民币 但现在却自愿腰斩年薪五十万人民币 只求有份工作养家糊口 缴房贷 征财企业还有很多人可以挑 因为他们都被绑住了 主要是被房贷绑住 盖排半年后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恢复公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 在优化统计方式 剔除6200万名在校生后 这群年轻人的失业率从2023年上半年的20%区间下降至14.9% 减幅高达6个百分点 引发中国网民质疑 当局在优化数据 因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曾估算 去年3月 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恐为46.5% 而在长三角地区 有第一手争人经验的吴先生也说 这失业率数次被低估的可能性很高 吴先生说 他看到许多已经毕业的年轻人来面试 竟被携带毕业证书 学问之下才知道是学校不愿合发 因为校方说 找到工作才算毕业 换言之 没找到工作就不算毕业 当然也就不会被算进失业人口中 任教于东南省份沿海城市的大学教师李老师也有类似观察 李老师说 就读人工智能等封口行业科系的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但相对偏门的行业 如室内设计等建筑行业 找到工作回来报喜的学生就蛮少的 在求职困难 薪资又不理想的情况下 约两成左右家境优渥的毕业生直接选择躺平 李老师说 就在家里给父母养 三餐在家吃 整天可以打电动 然后 比较上进的一点会说 准备考研 就是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 除此之外 在中国职场还出现了另一个景象 35岁以上的民众陷入就业困境 找工作也会更难 我今天去找工作了 便是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 但是却被拒绝了 原因很可笑啊 说年龄太大了 现在很多招聘的要求都是35岁以下 我们80后到底得罪谁了呢? 我们不仅要背负房贷 车贷 不仅要照顾长者 还要照顾孩子 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 一位35岁二胎宝妈刚出来工作一个月就失业了 目前正在继续找工作 我这个刚失业的二胎宝妈 这两天又在努力的找工作 我问了一家附近的超市 正在招小时工 时间是7元前 有经验的时间是8元前 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 工资太低了 现在找工作太难了 不止技术类工作 连普通的劳动力也存在年龄限制 中国一家超市日前发布一则广告 招聘18至30岁收银员 高档连锁超市 胖东来最近的另一则招聘广告 也将30岁作为招工最高年龄上限相关消息在网上引爆舆论 有网民说 30岁以上连超市都不要了 这则招聘广告意味着30家原地淘汰 中国民众纷纷借期在网上苦诉自己的遭遇 有的人年仅33岁 找工作已经找了三年 有的年仅29岁 但已被解雇了三次 这些辛酸帖子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苦涩现实 就业难 恶劣的求职环境导致35岁诅咒在中国持续恶化 35岁诅咒最终源自社交媒体 用来形容年老员工遭大型科技解雇的传闻 但现在这个现象已越来越普遍 许多网络寻人公告都明确规定 应聘者的年龄不得超过这个岁数 一名微博用户说 以前是35岁以上很难找工作 现在变成30岁了 与此同时 退休年龄却要延迟 那中间的那段时间去干嘛呢? 在中国经商工作的台商也感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冲击 台湾两岸事务官员指出 台商曾表示 他们近期在中国制造业的业绩普遍下滑三至五成 今年也恐只能维持基本运转 此外 在华台商因为生意失败 贫命交迫而滞留当地的人数也激增 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锤正透露 海基会去年共协助102名聚入国人返台 首次突破百人也是历年之罪 台湾桃园的中央警教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李国正指出 各国失业力上升 将对当局的执政正当性带来压力 反映在民主国家就是败选 政权更迭的后果 中国虽一党独大 但当局的维稳压力上升 恐加大管制 以免民众对经济不满的宣泄 引发陈情抗争 不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